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今天原本将迎来83岁大寿 不过他却不敌病魔 凌晨在台北荣总医院病逝 令各界惋惜 根据报道施明德日前入院 那只是要做一个例行检查 但因为肝脏问题动手术 不幸引起并发症 最终宣告不治 民进党随后发文悼念这名与世长辞的前主席 赞扬他为台湾民主人权奉献一生 现任主席赖清德也向家属慰问 并指示党部协助处理后事 施明德从蒋介石开始的四任总统任内 三度以政治犯的身份入狱 奏牢将近30年 被誉为台湾曼德拉 他出狱之后 在2006年发起百万红山军倒扁运动 抗议时任总统陈水扁贪腐烂权轰动国际 所以没有咱们美 p gesagt 这个生意很 etme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天英文 如果那边的 stops 我感觉变uce 笑容 我